炖排骨一定不能乱炖 教你一个四川的特色做法 炖出来是汤轩入烂美滋滋 现在的排骨呢是20块钱一斤 先来载成大小均匀一块 冷水下锅先焯一下水 姜葱花雕酒 焯开锅后打去这些浮沫 再煮过三分钟左右 捞出来冲洗干净几口 四川人炖排骨一般都不是直接炖的 直接炖出来的话入制它会比较松散 咱们锅里面先来一点纯菜籽油 排骨给它炒一下 吃起来不油腻 第二个入制软烂化渣 下排骨 大火稍微点炒久一点 排骨开始微微发黄 来一点姜葱 花雕酒 加水 烧开锅后打去这些浮油 来上一包毛锅老药汤的炖料 今天炖排骨好吃的关键就是我手里面拿的这个毛锅的老药汤炖料 它不仅仅可以炖老药炖排骨炖蹄 或者炖猪肚等等都超级的好吃 毛锅大家应该都知道是线下的知名品牌 也是重庆的知名农产品品牌 可能大家都吃过都知道好吃哈 现在正在给大家做活动 像我手里面拿的这样的三包 每一包都可以炖个三到四斤的汤 只要9块9还包油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视频下方链接 直接去购买就行 转入汤锅里面慢慢的炖起 配菜来切一够白萝卜 大小均匀的块 再来几朵蘑菇 排骨的时间炖来差不多了 把配菜放下去 继续的给它炖个十五分钟 萝卜炖趴就算可以了 咱们炖汤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放 炖出来的话它就是有滋并且还有味的 盐味这个大家已经调好了 这样炖出来的排骨汤可以说得上 真正的是汤炫入烂 超级的好吃 有温有素有汤一锅就搞定了 喜欢吃麻辣味的还可以打上一个麻辣味的蘸水 这样关火出锅就行了 最后给它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 美味继承 咱们今天的酸萝卜炖排骨就做好了 蒸子炖出来真正的可以说是汤炫入烂 汤汁带着一点酸爽 每一口下去都是美滋滋 方法也简单 实用靠谱 新手都能够临失败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哈 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过了 这个小熊在这里睡觉哈 多年的排骨来吃 这里面的这个 萝卜比这个排骨还嫩异 上次你买的是长萝卜都原萝卜刚好吃 有原萝卜买的原萝卜 没有原萝卜 没有原萝卜买的 下半斤都有 你又买了看 你因为现在还比你大点方式的时候 这个老眼他们等的哦 等鸭子那些也是超级的巴士 这鸭子真多猪肚